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这节课就来讲一下 基于地理位置的查询 这功能其实现在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一些应用 就是说想找一下我附近有没有好餐馆 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或者附近有没有其他什么朋友 都是基于你当前的位置 特别现在手机这个Mobile这个device 它都是给你能够得到一个当前的经纬度信息的 比较方便比较好用 那其实我可以把我们这个基于地理位置的查询 就转换一下概念 就是我们基于经纬度的一个查询 那芒果DB对我们这个地理位置 或者说经纬度的查询支持还是非常的好的 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数据 那如果说我们想做这个基于地理位置和经纬度的查询 我们怎么办 我新建了个表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没再用那个学生那个表 四条记录 首先是两个小地方 一个是个商店 还有一个是个银行 那这种小地方 感觉它一般会只是一个点 我们一个点来表示这个地理位置 如果这个点的话 那你就提供一个经度和一个纬度 先经度和纬度 这个芒果DB就这么要求数据 这个它就这么定义 而且它把它放到一个一个数组里 你看这是个方括号 这里边放两个元素 只能两个元素 一个经度一个纬度 如果你不这么建 你建立所以的时候就会出错 然后呢 这是考验这个座标 它应该提供一个类型 刚才说这是个点嘛 座标就提供point 那后面两个document 一个是个公园 一个是个森林 那它其实就不就是个面了 对不对 它不能说是个点 它可能是个面 那也好理解 它type就是一个polygon 其实这个type 芒果DB提供非常多 点线面都有提供 有点还有线 线就是这个烂 然后面可以有polygon 各种形状 那你如果是这个polygon的话 那你就要提供一组点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好理解 因为你咱们 一个一组点 但是强调的是 你这得形成一个环 意思是说 你这个多变形得封闭 如果你不封闭 那你漏了 那不行 这个不是多变形 所以说呢 第一个点跟最后一个点 是一模一样 回来了 一看它这个形式 三个放过号 array里边 tarray再tarray 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我们多变形 这芒果DB 其实它支持的还更强大一点 我可以这种可以内嵌的 可以大环里边嵌小环 我们说这是一个环吗 对吧 那我最里边这个括号是一组点 中间这个括号是一个环 我可以提供多个环 但是我第一个环 一定是最外边这个环 这个surrounding的环 然后里边可以再设置几个环 都放到这个最外边这个数租里就可以了 但是强调的说呢 不管你是每一个环或者不同环之间不能相交 你不能说你 你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出来 那不行 你一定是每个环或者这环自己不能相交 好 那我们有这个数据 我已经把它查到数据库里了 我们查询一下 先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查询 就是我想看一看我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好玩的 就我提供过自己的坐标 精度70维度30 它的类型是point 对吧 提供一个geometry这么一个 一个对象 然后我用使用near这个小命令 就是说在这个对象定义的这个点附近 就多附近呢 100公里 看看这个这个单位是米 这个单位是米 就是说我这提供100公里 100乘1000吗 对吧 100公里 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怎么就错了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错误信息 他说你找到一个index 前面就是我们查询不见index也可以对不对 但我们就地理位置查询这个就不行 我们一定要给建立一个index 那地理位置index怎么建 我们db.pos 然后这是collection的名字 insureindex 划过号 好 忘了怎么写 我们继续location 对吧 lc 再见 原来我们加个1就好了 但这次不一样 我们得加个 加2d sphere 我们是在一个星球的表面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平面 是在一个立体的球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表面 好 就剪好 再查 就找到了三条记录 我们的pack 还有我们的star 还有我们的bank 另外一个森林里的稍微远一点 没找到 大家可以看 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地理位置 由近到远的一个顺序 先进 你看这个 7030就是我们这吧 对吧 我们提供的这个位置 不就是7030了 那这也7030 这个稍微远一点 对吧 但它也在我们100公里以内 那我们把它变成大一点 就是我们700公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按照由近到远的顺序 但是我们森林就喘了 最后一条记录 就是用来找我们 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都可以用这个near 这个东西来来查 但前提我们要建立索引 而且它结果自动按照 由近到远的顺序 这对我们也很有用 对吧 这也可以用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需求 就是说 我可能指定一个区域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这一块地方 可能是 这个这条路和那条路之间 我可以指定一个多边形 我在这个多边形里边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就是像 大家可以看 我指定一个多边形 Polygon 然后指定一组点 刚才那个多边形的定义 得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环 你得封闭 你看我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 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这个查询 Copy过来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结果计 就我们只找到了 两条记录 Hack和Star 在我指定的多边形里边 就这两条记录被Match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结果计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呢 再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一个做法 原来我们不是总是用这个fun的吗 其实我们对数据库的操作 真的是多种多样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run command 我们可以给数据库执行一些命令 这个生命令呢 就是找这个地理上相近的点 我指定一个 这是collection的名字 POS 原来我这个是等于 我这个collection名写在这了 那我现在这个东西写在里边 我这里就没有collection name了 db 这种command 然后呢 是这个 这有near 然后我要near呢 我指定一个点 7030 然后呢 我是在一个 球面上进行操作 因为我刚才建的是那个 2d sphere的一个index 如果说你不是用2d sphere的index 因为蛮我预计在真正支持 其他种的这种 二维的这种所以 大家有限于可以自己学 其实就是叫2d 还有一个叫黑stack 然后也可以 你这个大家可以自学一下 但是这个 这个2d sphere就是这种 所以这种插库呢 是我觉得它目前 最广泛使用 而且 我感觉它官网对这个支持更好一些 它的更新也快 它现在已经两个版本了 2.4以前是 这个Washen 1 现在已经Washen 2了 又多了好些新功能 所以建议大家用我刚才建过那种 那个2d sphere的那个 那个所以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 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它是有个result 提供一个数组 现在因为我刚才的查询呢 就在三公里到七公里之间 那目前没有一个点在那里边 所以没找到 然后它同时给你提供统计的信息 就是那就平均距离 然后最大距离 你现在都是零 你看不出来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个1 然后就是代表1 OK1就是我成功的 这个查询给做完了 好 这个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结构 那如果真的想大家看 具体有数的话呢 我这样 我在700公里 这个main instance是零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有意义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平均的距离呢 就是105公里 最远距离是423公里 就是那个DAD Forest 其实它是我们的最远距离 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还是说这个result result里边呢 每个result是一个object 然后它有两个key 一个是distance 是零 因为我们ccpack就在这个位置嘛 所以它的距离是零 然后这个object里边 obg里边 是我具体这个document 这个结果就其实很贴心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一个搜索列表 对吧 我们要说一列出来 我们要说这个每个具体的地方 离我当前位置有多远 你可以用这个distance把它拿到 大家可以看到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a star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bbbank bbbbank离我们有1400多米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Forest Forest里边有423公里 都可以显示出来 同时有个统计结果 平均距离是100多公里 然后最大的距离就是423公里 然后呢 因为今天是有时间所限的 我只给大家讲了一下 芒果db这个基于地理 缩引一些比较常用的 我也觉得实际上是一个 入门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功能提供的真的非常的丰富 我推荐大家自己呢 课后可以阅读一下 我们这个 就是 芒果db的这个 关于 关于我们二维的这个地理缩引的一些 其实有好几种 刚才我提到了 这个我们基于地理保密 表面的一些缩引 这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是说 这个 sphere和这个rd sphere的 当然你也可以适合rd的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